全红蝉吃大餐用小心子 连吃带拿还偷偷带走 和教练气到肝疼 大家好 这里是湾体谈 说起今年体育圈的顶流那当属全红蝉了 14岁的小姑娘在东京奥运会上一跳成名 至此全红蝉的人气也凭借着水花消失树水长船高 在东京奥运会上不仅获得了三个满分 还一举拿下金牌 而在之后我们才知道 全红蝉的家庭条件其实并不好 全红蝉母亲身体并不是很好 家里的收入来源都是靠着父亲 所以全红蝉长到14岁都没有去过动物园和游乐园 此话一出纷纷流网友心疼 只是一直在鼓励 有时候比赛的话就去比赛 然后放假只能回家回家 又没去别的地方玩 就只能在家里 没钱 没钱 我连游乐园没去过 游乐园还没去过 动物园我也没去过 那你澳洲会比赛的时候你就想去吗 我就想去哪里 我就想去玩游戏 玩一些抓娃娃之类的 抓娃娃之类的那些 去游乐园玩一玩 而在接下来的全运会比赛中 全红蝉的表现也是非常可观的 在女团比赛中 即使在第三跳出现重大失误 但仍然凭借着最后一跳逆转博冠 太轻巧了 而在女子担任决赛中 在前三跳落后 陈玉希近20分的情况下 仍然凭借着第五跳在线水花消失数 力压陈玉希夺冠 凭借着一己之力 将自己和自己的教练带上领奖牌 并且以两枚金牌 结束了此次全运会之旅 获得铜牌的运动员是 来自四川队的仁希 教练员是成念 获得铜牌的运动员是 来自上海队的陈玉希 教练员是 于晓玲 获得金牌的运动员是 来自广东海印队的 全红蝉 教练员是 何飞宜 在全运会比赛项目结束了的 全红蝉也迎来了自己的假期 并且去打卡了动物园和游乐园 在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出 即使是第一次去动物园全红蝉 也并没有陌生 还是可以和星星拍照为何吗 而在水上游乐园的全红蝉 更是放开了玩 非常的可爱 网友也表示非常欣慰 毕竟全红蝉还是完成了自己梦想 也是各位队员口中的红姐终于圆梦的一个过程 他之前说过他很想去游乐园玩 那么这一次我们也是通过了大家的努力 然后呢带他一起去到现场玩了 那我想问一下何教练 当时他的心情是怎么样的 当时呢 因为由于赛后啊 大家都比较疲劳 然后呢 平洪产也刚从家乡回到广州 我们就给他一个愉快的假期呢 就想到 干脆就带他去长龙动物园 让他轻松一下 他是特别喜欢 但是他的技术也不错啊 一夹一个准夹了一大袋才带走呢 来到这儿我估计他就更能这个放开自己了 来到他自己最熟悉的这个跟水有关的地方 其实我们都很有一点点的就好奇 就是说他天天都跟水打交道 怎么还是那么喜欢玩水呢 那就不一样吧 完全不一样 因为其实跳水运动员对水性是最熟悉的 最有表现的 但是这是另外一种表现力 有可能跳水讲究难门准 而最近有网友拍到 全红蝉在现身某餐厅吃大餐 其实14岁的小姑娘爱吃也没什么 但是由于全红蝉的跳水项目 需要控制体重不仅如此 还要平稳地度过生长期 所以格外地控制饮食 但全红蝉在吃大餐的时候 还是动起了自己的小心思 不仅手里拿着很多美食 而且还在口袋里偷偷塞了一个苹果 还会偷偷带了一些小零食回宿舍 由此可以看出全红蝉是真的十分爱吃了 但这一举动也让和教练非常的头疼 不过接下来全红蝉还要继续训练比赛 我们也同时希望全红蝉在接下来的比赛中 可以有更多的精彩表现 哎哟 这不是小鳄欲冠军全红蝉吗 我们看看小蝉喜欢吃什么 一片西瓜 手里好像还拿着什么 原来是一颗苹果 水果拿完了 看看饭菜吧 看了好久 只拿了这么一点点 当跳水运动也好